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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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同学 你一定很想成为名医生吧 嗯 我真的对一个女孩子 选择学医十分好奇 在我的印象里 女孩子上大学 一般都是想要拿到一张文凭 给自己增添一项嫁妆 所以通常选择的专业 都是文学 教育 这种听上去比较好听的专业 可你却选择学医 又累又辛苦 所以我想 你是很想成为一名医生 才这么努力的吧 我小的时候 母亲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而去世了 从那一刻起 我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大夫 云游四方 救死扶伤 最最起码 能让很多孩子 留住自己的妈妈 那就忘了那些流言蜚语吧 跟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比起来 别人说什么 根本不重要 这是 南天阁啊 出身贵族 却立志从事护理工作 这在当时根本不被理解 几乎算是叛离了整个家族 但他却最终 凭着一己之力 奠定了整个护理学科的基础 等到他去世的时候 人们记住的是他的成就和贡献 早就忘了早年他叛离家族时 引起了轩然大波了 这是我的一点粗浅理解 说得不对的地方 你不要笑我了 但是我觉得 人活在世上 顶要紧得首先先成为自己 好多事情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不如先放一放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等你回过头 那些困扰你的事情 或许就柳暗花明了 你说得真好 好 谢谢你啊 博文 这本书 我一定回去好好看看 咱们走吧 你们 你们干什么 欺人太善你们 你们干什么 你怎么样 这不是金同学和梁博文吗 真不好意思 我也没想到 我这随便一泼 就泼到了一对鸳鸯啊 我们金同学也太受欢迎了吧 这卓儿旧丈夫和金情人 还在大礼堂争得不可开交 今儿倒好 又勾搭上个备用的 我跟谁在一起 与谁同行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要你们管 谁稀罕管你的事啊 你们要是讨厌我 就创我来 为什么要伤害梁博文同学 你们 如果这么喜欢恶作剧 下次冲我一个人来 如果再伤及无辜 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装什么装 还不客气了 不客气能拿我们怎么样啊 你们 咱们走 对方都是小姑娘 而且都是小大小闹 没什么伤筋动骨的事 我们的人倒不好动手 不然传出去 始终影响不好 不过我也调查过了 这两个姑娘的后台 是吴老二的闺女吴宝怡 你也知道 这个吴宝怡平素是最任性的主 如果放人不管 就怕她后边做出点什么 对金小姐更加不利的事情 要不然 我找人去警告一下她 警告谁啊 吴宝怡 就她那魂不拎的性子 你前脚警告她离得远点 后脚她就能把玉蓉给绑了 咱们现在是投鼠忌器 玉蓉的命可金贵的 跟她实在放不着 打老鼠怕伤了瓷平 那少帅 依您看现在怎么办 这事你就别管了 交给我 你就给我看好了不日的动静 只要吴老二这条大鱼钓上来 他身后的虾兵蟹将 就不足为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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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